实在有够惨 数以千计的巡龙鱼 就这样翻白度浮在水面上 在浮山里这间知名的养殖场 当时苏迪勾来袭 将这里的供水设备打坏 导致这里水变成了一滩死水 而这些价值上百万的巡龙鱼 全部死光光 这部美味的巡龙鱼大餐 本来是乌来知名的招牌菜 现在想吃恐怕都吃不到 因为苏迪勒吹坏了供水设备 水池无法换水滤浸 但巡龙鱼必须在干净的水池中 才能存活 所以连带成了苏迪勒受灾户 这家养殖场 五千条巡龙鱼 统统翻肚 损失惨重 另一家养殖场 损失相对没那么伤 这里可是北台湾 第一家引进大闸蟹的养殖业者 过去靠着清澈山泉水 养大闸蟹和香鱼 这次幸运躲过土石榴的攻击 不过大批物赖居民几乎是照三餐 来到山庄关心 因为全村唯一的发电机就在这里 许多人都拿食物来这边的冰箱冰 但是燃料油快没了 一天只能开三小时 业者估计现有的燃料 池子里养的大闸蟹 也顶多只能再撑两天 因为我的油现在备份的油 本来1500公升的油 现在已经剩到大概100公升 我一天要用到170 所以我现在暂时上 鱼能够撑着活命 一天开三小时 给它加养 能撑多久算多久 现在乌来福山的养殖业者 跟这里的居民一样 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希望鹿干净抢通 水电竞速复原 别让地生心血毁于一旦 记者周宽展陈嘉明台北报道